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帅啊 你不是天天见吗 又是今天第一次见 天天见也帅 看女人放花痴的时候 真是没脑子 小雨 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你造成的吗 你知道她在追求你 你为什么不拒绝她 不告诉她你有女朋友 对啊 你不是只有姐姐吗 你姐姐 反正算是刻意的隐瞒了 刻意的隐瞒了 对 确实 之前是我欺骗了 我确实有女朋友 这个小慧是我交往了四年的女朋友 是现女友是吗 对 对不起 应该不是故意欺骗我 确实不是故意欺骗的 但是 但是说到底 最后确实还是骗的 就这份刻意的隐瞒 你难道对小慧 一个供你读了四年大学的女朋友 没什么好说的吗 确实她这四年对我的付出 我十分感激 这样 确实也对不起 你知道你女朋友上台的时候 说什么吗 说 我要向我的男朋友 和追求她的女孩告白 我说 为什么要告白 她说我已经帮不了她了 我希望她 和追求她的那个女生在一起 其实这个的话 我个人认为她这么说 应该不是这么想的 她这样做 就是完全在逼我 就是逼我做出选择 是继续留在她身边 还是彻底地放弃 追我的女孩 但你迟早要做出选择呀 对 不是她逼你呀 对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一页